华丽县文化局在华人国中举办了艺术渗透工作坊 交请到独立肢体艺术家林又如 还有剧场艺术家陈玉婷 带领学生透过视觉以外的其他感觉 来认识不同形式的艺术行为 并且用半演半说模式来分享 泪演出式的剧场教育 让年轻学子能够有学习艺术欣赏的机会 2020太平洋左岸艺术记系列活动之 艺术渗透工作坊第一次走入校园 华丽县文化局特别选择了有舞蹈队的华人国中 来举办这场课程体验 今天的活动是太平洋左岸艺术记 我们办理的艺术渗透工作坊 那为什么要办理这个艺术渗透工作坊呢 其实在华丽的一个剧场人口真的相当有限 我们希望说能够来培养新少年族群 未来能够成为观赏这个能够进剧场 能够来这个购票入场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那个林佑如老师 那林佑如老师呢其实他是肢体的一个艺术家 那我们希望说他能够透过一些生动活泼的一个方式 能够来带动华人国中的一些孩子们 能够来让他们了解艺术是可以被亲近的 艺术是不受限制的 艺术是可以很生动活泼的 那今天下午呢 我们会将这个华人国中的一个全校师生呢 召集起来 担任讲师 分别透过艺术体验工作方 其类演出示剧场教育 让学生透过视觉以外的听觉触觉身体觉等 认识不同形式的艺术行为 同时用扮演扮缩的模式 传递生活故事中欢笑与哀愁 让华人国中同学们 有一个学习欣赏艺术展演的机会 借旅会简箱报导